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月二十三 妈祖生之前 许多竞香团来到鹿港竞香 接着农历五月五 鹿港庆端阳 盛大的龙州竞赛 结合夜间灯光秀 要热闹半个月至一个月 之后的秋冬季节久降风大 便开始进入旅游淡季 过去我们六天公所 都不是就是要加班秋冬的游冬 但是我常常觉得 嗯 像一个秋冬游冬 这样也不足够 我们六天 想到一年四季 都要有一个好的游冬 打造一些幸福小吃宴啊 还有一些演唱会啊 还有我们国外相云艺术村 这个DIY 所以这就是鹿港四季宏 这个起源的由来就是 唯贱海域 一生堆 好 我们今年 外冬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秋冬的秋冬 还有幸福小吃宴 还有风车键 它都可以呈现 在我们所有的合并的眼前 尤其我们今年小吃宴 比较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年小吃宴 这个菜色料理 都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故事 我们用完这个餐料 把这个精美的吃盘 可以带回去 可以说做到一个环保的一个效应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来参加小吃宴 会觉得比较不一样 鹿港早期为贸易港 商船众多 又称千房港 而鹿港地名起源于当时鹿港地势较低 船员经常看到有鹿群到海边觅食吃草 因而取名鹿子港 后因地形变迁 海岸淤积 港口消失成大沟 现在游客在宫庙对联中看到鹿兮两字 极为在地文人对此意境的形容 鹿港有芭蕉嘛 全神镇最多的交行 所谓交就是贸易 我们选择在我们公会堂来做取范 因为公会堂是我们扎在一个海关的地方 海关就是我们六港的贸易 还是附近出现一个港口的地方 那周边要连接到我们这个老阁 老阁可以打造很多的一个商行 尤其可以聚集所有人气 可以在这里来群办这个活动 这也可以说我的气温就是说 因为我们就是要不忘的这个根源 我们是维度起来 今年鹿港四季红开场活动在公会堂举行 邀请许多本土嘻哈天团力临表演 将开场活动带到最高峰 而幸福小吃宴更是前一天晚上十一点 就有民众到正宫所前排队报名 网路报名更是秒杀额满 我们六港只要9万多年就非常劳烈 这个小吃宴是一堂三千块 那里面菜式非常丰富 可以说吃到会饭和会咖 整个某某的菜 那有分做前菜 主菜还有甜点 有烤大卷啊 下厨 还有黑椎 还有黑椎 丁丁的所有的菜式 还有我们的主食 还有我们的比面还有大的鸭子煎 也有鸭丸 还有很多我们在地的 非常古早里的 比如说这个草丝井 很多菜式里面是融入我们的电影 很多故事的 把它做成一道饗宴 这是非常豐富的小吃宴 DIY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文化 一个学生更尊重 尤其我们六港的工业 可以说是在台湾是非常一个显著 全然有十几个国保 但是在我们六港 就可以做了四位的国保的工艺家 包括有装活 木雕 还有鸟花 还有锡雕 我们就赶了 还有很多工艺家 都建筑在我们的艺术村 有丝头的彩绘 皮雕 葫芦雕 我们的DIY可以说 是可以让这些亲子做一个互动 能做出自己唯一的一个产品 陆港四季洪东欢压轴活动 乌娱乐时节 将于12月8日登场 活动配合彰化区域会合作 推广在地特产乌鱼 当天将有多项乌鱼料理 即先来闯关去 供游客品尝和体验 六港早期 乘这日本长期专家 来到我们六港 来到我们做这个乌鱼籽 所以这个乌鱼籽 这种可以说这个技术 从日本流传来到我们六港 我们六港的乌鱼籽 就是有这块肉头 这代表是我们六港所做的乌鱼籽 乌鱼籽最好吃的 这个部位就是这个角落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圆弧度 稍微有个椭圆形 这个是边边角角 我们在十一到十三 2019年的一个城镇品牌 我们六港有得到一个金奖 我们六港有鼓励 連接到历史 以及我们在地的这种艺文 以及美国的华董 可以说来做一个呈现 那让国际能够看到我们六港 那也能够把我们六港 资美呈现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